是因为会游泳,还是太任性,初入暑期,已有二十多个孩子溺水遇难,文字,宝妈育儿超越自我,这不完全统计,六月二十三日至七月三日,全国已经有二十多个孩子不幸遇难,全部都是因为溺水身亡,一到夏天就讲不要游泳,不要靠近河边,家长讲,老师讲,学校开会讲, 如今的孩子怎么就是不听呢,究竟是这些孩子会游泳,还是现在的孩子太任性,太自我呢?现在几乎隔天就能看见小孩离世的新闻,不是从高楼摔了,就是孩子玩水被淹了,现在孩子对家长说叫明天把不听到自我任性,更应该引起家长足够的重视,有家长说,让孩子学会游泳就可以预防了, 事实是,几百年来的俗语讲说,在野外被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人,其实,会游泳和食水性是两码事,在泳池游泳和水堂,和流的游泳游泳游泳更是两码事,如果在野外不会必进潜水,不会采水,不会处理引起水月环境的变化, 泳池学来的那点本领,更多则是白奉性命,我的孩子读二年级时就在泳池学会了游泳,但我同时告诉孩子,学会游泳是教给你一项求生的本领,是一方万一和一方不测,但绝不是你私自到野外游泳玩耍的理由,无论何时,也不要到野外的自然水域游泳, 所以,让孩子学游泳就要学精,学不精就得及早告诉孩子,那是锻炼身体而已,不要让他觉得自己会游泳,成为自以为是的理由,变成偷偷的外面去游泳,去自不量力的冒险,所以,自制力差的孩子,又稍微会点游泳,其实更加危险,那些不会游泳的,对水反而更有畏惧感,不会贸然想着去靠近, 逆王已经成为孩子非正常死亡的杀手,多少个原本幸福的家庭瞬间崩塌,暑假已经到来,请把这篇文章转给你认识的每一位家长或朋友,你第一次提醒,有可能救了一个孩子,甚至一个家庭,短短几日,数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谁看了都会心痛,所以,不管孩子会不会游泳, 你都应该告诉孩子这些,并且让更多人知道理下这些正确的急救办法,记得要告诉孩子,一旦有铜板落水,切磨直接跳下水营救,最正确的方式是大声呼救,及时找大人来救援,并第一时间拨打110、120等急救电话, 如果身边有游泳圈或者木头、竹端、泡沫等漂浮物,及时人给你水的小伙伴,正确的急救办法,将你水者救出后,显清楚口鼻污污,如泥沙、水槽等,如果呼吸心跳都有,要先控水,使救者应该取办柜位,将你水者腹部放在腿上,被朝伤头朝下,用手按压其背部控水, 不管孩子会不会游泳,你都应该告诉孩子这些, 傅,云南省区近市麒麟区玉宁街道失踪儿童丰益,丰盛的遗体在云南省区近市麒麟区玉宁街道是几套暗小区对面的人工湖内,被打牢上岸,经查,两名孩子吸一半溺水身亡, 6月23日,安徽富良六名少年水沟边玩耍,其中,两名下水游泳时,不是泥水泥王,6月24日下午,郑州四名出散学生泥王,此日就是中考时间,6月24日,江西府州校桥村,八名小学生去复合游泳,结果四人泥王,村之书称,最小孩子八岁,最大十三岁, 6月24日下午,山东泰安新泰市刘都镇,下延殿村齐名少年,结伴去附近溺水库游玩,其中,两名少年不是溺亡,6月25日,桂林资源三名学生溺水身亡,安徽十周六名少年江边游泳资源溺水身亡,6月30日,窩林两个男孩子池塘溺亡,山东五名少年庆祝高堂,成功在黄河汐水水, 两人被冲走,刚考完试放假,广西青州灵山县三名小学生不幸溺亡,该线五月份以来,已经发生多其中小学生溺亡事件,造成七人死亡, 十时三十分许,云南省区近是其邻居一名街道市级涛岸小区对面的人工湖内,13岁的双胞胎兄弟封疫,封上了遗体,被打捞上岸,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TT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